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 一定要做点 有些人啊 认为自己功夫腿打住屁股这里不点 你晓得我们背脊骨到这里自己摸摸围炉骨 最后一截 两边就是大腿这里 两头肉 这个中间有个三头架空灯 你不跌一下 这个人做起来 这个背脊骨要支持这个身体啊 百花力气在那里不好用功了嘛 而且影响这个脑不能放松了 所以一定功夫最好 后面还是勃勃一点 有些人说 哎呦 这个传统不能跌的 那根本不懂口水 也不懂浮发 所以功夫好一点嘛 你先我告诉你腿不熟 垫高一点 腿如果那么高 你垫他去八成 等他腿熟一点 你放矮一点 腿完全 完全好像熟了 好的老师出家人手里挂那个败鸡 那个一跌 薄薄的一场就够了 所以一定要跌 这是口水的道理 这个外星都讲了啊 针贴完啊 开始灵贴起 大家就要上架子咯 然后我们还有些老同学都排队在这里要整人的哦 都看你做得不好 就来咯 嘿 不会打啦 过去是真打下板 打棒的啊 啊 日本的残堂真那板子打啊 啊 还有些人修残的 跑去师父啊 赶快打我几乡板啊 消消孽啊 哎呀 我再不要你打板消孽了 嗯 他自己都消不了 还打你几百 还能够消孽 那有这回事啊 不要 扶垂等 啊 那个日本也搞成这样 哦 有些人修日本残的 哦 咋做都不好 一下心里烦恼 跑到师父 过到师父 那师父拿个香 啪啪 啪 整打 不成火啊 啊 请慢用 啊 啊 咦 啊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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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